佛为大明灯 明朝时候 在应天这个地方 隔壁的都在念佛咯 今天了 要开始工作了 阿佛啊 每次听到隔壁顾元先生的念佛声 我就觉得 这奇怪了 想那么多干嘛呢 他念他的佛 我杀我的猪啊 可是阿佛 哎呀 别啰嗦了 我要去杀猪了 每天捕捉的时候 顾元就会按时起来 敲着大木鱼 大声念着佛号 而隔壁的屠夫 也就在这个时候 起来杀猪 有一次 屠夫没有听见木鱼声 就起来晚了 他很生气的责备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 你没有听到那位修行人 每天都在敲打木鱼念佛吗 你自己不知道杀生有罪 却反而来责备我 这是什么道理啊 屠夫听了 屠夫听了 感到非常震惊 这时候 耳中还传来隔壁清清楚楚的念佛声 一天 屠夫忽然觉悟到 嗯 这同样是人 人家每天一早起来 修行念佛 做善事 而我呢 这三百六十行 哪行不好做 偏偏要做这杀生害命的工作 俗话说 命债要命长 这多么可怕 嗯 我不能够再这样迷糊下去了 不久 屠夫就决定不再做杀生的行业 当时 有许多屠夫 都纷纷改变行业 顾元 仍然每天五经就起来高声念佛 一句佛号 有如智慧明灯 照亮了众生心中的无名 后来 顾元要往生的时候 整座房子 都充满了莲花的香味 大家都很惊喜 顾元 却还是像平常那样甜淡 他慢慢地告诉众人说 我坐在莲花中 已经半个多月了 我看见 我看见阿弥陀佛充满了虚空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金色的 我 我看见阿弥陀佛 我看见阿弥陀佛 我看见阿弥陀佛充满了 我看见阿弥陀佛充满了 那是死啊 太阳从东方升起 在西方没落 是真的落了吗 说完了话 顾元就选了一个时间 沐浴清洁 换上干净的衣服 就端身坐着往生了 莲花的香气 经过了整整三天 才慢慢地散去